好的,那大家午安 如果覺得跟前面那個表演 我覺得有點落差 我覺得前面超級梳醒的 因為很緊張的心情 我覺得也比較釋放 真的真的 那我自己想要首先 感謝一下焦點這個平台 然後給我這個機會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然後另外還要感謝徹宰人家珍 然後跟我們焦點的BOSS 阿楓,因為我覺得他們心臟真的很大顆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三月才開始接觸焦點 沒想到這麼快 就從下面的聽者 然後變成復生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座所有很厲害的各位 未來一定都也有機會 可以成為這裡的焦點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主題 然後在座都過了 那還有什麼好怕的 對 好,謝謝 深獎 哈哈哈哈 好,那我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好,那大家好,我們就說摺緣 那為什麼這個緣呢 我要特地標上注意呢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改過名字之後 十個人 大概有九個半都不知道這個字 就沒看過 那另外剩下半個是他以為他看過 OK 那 所以,可是大家可以記就是草原上奔跑的樣子 可以這樣比較好記 對 那再來就是我一個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經歷 就是我曾經是民俗基地表演者的身份 對,然後長達七年的時間 然後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 那再來就是 我目前也是應屆的大學畢業生 我知道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像 對,因為每次大家都看起來 那再來我現在也任職在 收嫌業務已經長達應屆的時間了 那所以 所以大家其實基本上常 如果在平日有機會看到我的話 大概就是像照片這樣的樣子 就是可能穿著西裝啊 大家都在職業公司 好像很專業然後很整齊的樣子 不過呢,那是在平日喔 不過我今天是在假日 當我脫掉西裝之後呢 那可能落差就會有點大喔 就我覺得今天這場演講還有點犧牲 直接毀掉我這段時間 營造出來的影形象 那加上我可以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結束簡報 看你們不要留意 對對對 那 後面是跟大家 前面是跟大家開玩笑的 那 其實大家應該比較常 有機會看到的是像這樣子 比較漂亮的畫面 然後很精彩的畫面 然後很精彩的畫面 那我就要從為什麼 當初會誤入其途的 踏進這口這件事情 然後開始說起 然後開始說起 那大家還有印象說 自己高中的時候社團是怎麼選的嗎 你有印象嗎 還是年代太久了 都忘記了 那這個要從我高中的時候說起 就是我們高中學校的社團是一個還蠻特別的方式 就是我們今天要自己選七個 然後就是十幾二十個從裡面選七個 然後讓學校隨機幫我們抽一個出來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啊 那如果說今天抽中什麼電影新產社 那也就算了 那如果到時候給我抽中一個什麼 我愛社啊還是佛學社 那我大概高中社團就毀了一半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到說 欸 這盤招生表演的時候 好像 選擇團的表演還蠻帥的 那我就一問之下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是校隊然後不用抽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好像可以喔 然後就從此 打入這個行業 那再來就是我過 因為其實從一個普通的學生 然後到進入這個行業裡面 其實過程有許多的轉變 然後也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那我自己整理了兩個 就是一個是關於心理上的 然後一個是關於身體上的 對 幾個困難的地方 那第一個就是刻板印象 那我相信其實很多人 可能多少都有在新聞上看到說 欸震頭又在打架鬧事啊 然後都是一些服務正業的 然後很多都是不愛徒孫的壞小孩 對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有這個印象 那其實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讓很多 可能師長啊 還是說很多的長輩 都會覺得說 啊你整天都不在教室 啊都在外面那邊回問 啊都不上課 對 的確我真的很長時間都不在教室 不過大部分我不在教室的時間 可能就是在外面演書 或者是說在練習 對 然後 而且尤其是人家常講嘛 就是排上一分鐘才下十年 那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啊 從不到有的人 我們勢必比別人還要花更多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學習到這個專業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 我自己認為說 或許我是真的過去不太有書 不過我覺得我自己 並不是大家口中認知的壞小孩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生理層面的困難 生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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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很累啊 對 然後生理層面就是我長 因為我青年的時間嘛 其實算是蠻長的一段時間 應該沒有人高中 有人打工超過青年的 有嗎 有嗎 應該沒有 因為大家都想要新鮮的東西 可是我自己 因為青年大概就是 從可以打工的國中畢業嘛 然後高中三年 大學四年 就是青年 所以我所有學生實習都投在這裡 那另外我就常常戲稱說 其實這段時間啊 我就覺得 我比服務業還要服務業 對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 今天如果客戶要求的時間地點啊 還是說要的表演內容 就是我們都得盡全力的配合 那 而且重點就是啊 人家服務業至少說 今天幾點下班他也知道 欸 你剩幾個小時 不只你今天 因為我剩一個小時就下班了 欸 然後人家還可能還有三個小時 就是至少他知道 今天可以幾點下班 對 可是我們只要一出門的話 通常時間就是要拖出去的手 幾點可以的交付 我真的不知道 對啊 所以我才常常跟人家講說 我真的比服務業啊 服務業 對然後 而且 我們 我們表演的時候 場地大部分都是在室外 然後所以常常就是 風吹日曬雨淋啊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欸下雨天我們穿著雨衣也要表演 那這些就是我一些日常的生活照 對 就跟大家工作一樣平凡的事情 那我自己就蠻羨慕人家 因為人家泛舟哥啊 因為人家泛舟哥 颱風天可以去爬 也可以去泛舟 啊我們颱風天要幹嘛 我們颱風天要落盡啊 不能要跑 但是我還是要工作 然後在貨車上休息 你知道 然後或者是說 今天我們下大雨啊 我們穿著雨衣也是要表演 發表演完成 然後或者是說 像外面那個天氣 就真的那麼熱 然後我們要去跑而兵 然後練體 對真的是熱到一個會往生的那種 對 然後我自己就曾經 然後我自己就曾經有過 從台北然後開車到屏東 然後 台北是凌晨喔 大概兩三點出發 然後開到屏東 那是剛好天亮的 然後在那邊表演 然後再開回台北 那時候大概已經會黑了 對 所以回到家其實真的也是 就是真的比服務也還要 不是也 對 不過也因為這段經歷啊 然後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許多的收穫 然後也得到很多轉變 那 其實過去在高中以前 其實我是練田徑的 像我朋友其他就是我以前的學長 練田徑的學長 那可是我們的生活圈就是 可能對有啊 教練 我們沒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去接觸外面的人 就是沒有辦法與人相處 對 所以其實搞得當時 其實還蠻孤僻的 個性還蠻孤僻的 對 然後可是也是因為 而且當時喔 不要說是像現在站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 光是要我跟陌生人 講個兩三句話 我就想要落跑 對啦 然後可是音樂開始表演之後啊 從原本的完全不敢上台 就是欸老師你千萬不要叫我 千萬不要抖 對然後到現在 至少可能台下就算幾萬人 在看 看著我演出 我連懂都不會抖一下 對 不過僅限於要 僅限於表演的時候啊 如果要像現在講話的話 還是會抖 對這樣這樣 還是稍微會抖 對然後另外就是我自己認為 我應該這段過程 其實造就我現在 心理素質 雖然這還不錯 對 因為 心理素質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 因為我跟大家一樣 可能要面對很多 像工作啊 家庭 然後課業上面的壓力 不過每次真的 因為我到非常非常想要放棄的時候 然後就會像我開頭主題上講的 其實以前在那麼苦的過程中 我都過了 那我自己還要從頭過不去了 對啊 然後這樣想一想就覺得欸 好像還可以 然後我就是收拾好想一想 然後再繼續努力這樣子 那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心理負責還算不錯 所以我也覺得說 為什麼這段過程 是我人心中 那麼重大的經驗 那不過 因為後面 痾 因為我知道說 我現在還年輕 啊有些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 啊既然是在這裡 可以學到那麼多東西啊 然後 痾 然後又這麼有成長 那為什麼我就會選擇去做 我業務的公正 那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知道我自己現在可能還算是年輕啊 還稍微有點笨錢啊 我可以 可以表演嘛 可以動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 並沒有花五十五輩子 然後我自己在 可能在這裡看到很多人的前輩啊 然後可能 痾 到一個年紀之後 他們也不下來表演了 可能就是自己開師團啊 然後開始把經驗傳承下去 那或者是說 可能就是當興趣在玩 那所以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 雖然 其實 收入跟時間 就像前面講的 是非常的不穩定 那 雖然說 可能現在一個人都還過得去 可是 我知道我未來 勢必要面對的壓力 可能要 父母啊 還是說要組織家庭 我勢必 重擔會更重 對 所以說還是決定說 我還是必須要有正職的工作 然後可以應對我 這些壓力 需要面對的壓力 那不過也 我並不是應該這樣 然後選擇放棄武士 而只是說 它變成說 我假日過的時間 比較少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會從 為什麼那麼多行業 然後我會選擇進入保險業務 然後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可能會有點驚悚 那其實我相信大家過多過少 對三年前的罰權懲報 應該都會有一點印象 因為是當時還蠻嚴重的 那其實我當時人也在現場 那天其實我也在普通現場 只是說我很幸運 就是撿了一條命 當時我病 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已經在停車場 而且那時候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我還看到有救護車的消防車 然後我還很白目的跟我朋友 開玩笑說 欸為什麼有救護車就算了 可能是有人溺水或受傷 啊為什麼會有消防車 啊是水掛 對 就是很白目的還在我 他在這種喉嚇 然後是直到回去的路上 我媽打給我說 欸發現發生程度很沒有 都怎麼樣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在我們家離開的時候 發生了不嚴重的事情 對 然後 而且其實我媽當時做的火盆 並不是指我跟我朋友 而是指我跟我弟 因為其實我跟我弟都在現場 對 所以其實我事後還蠻蠻想像說 如果今天事情發生在我跟我弟身上 那這個家怎麼辦 那也是因為這段故事 然後這個經歷 然後也讓我之後有機會接觸保險業之後 然後學到很多保險的意義啊 然後我才覺得說 那我會想到這段經歷 那我覺得說 欸 不能做些什麼 對 然後 所以我最後才決定說 至少我能幫身邊的人發光 然後 我不能阻止任何的風險發生 但至少我可以讓風險發生的時候 損害是最低的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才會選擇進入授險業 好的 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最後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跟所有人都一樣 可能在工作上面 需要面對可能客戶的GY啊 然後可能老闆給人壓力啊 或者是說 我們在面對很多感情上 或者是家庭上 有非常多的關係需要去處理 那就像接下來 給他幾位的獎者 很優秀的獎者 那他們可能是透過旅行 或者是透過音樂 然後去釋放他們的壓力 那我自己則是透過表演 然後透過虧撒漢者 對 然後讓我短暫的去弄掉 我現在所有的壓力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呃 而且 當下我可以不用在意別人的 別人看在我的眼光 所以我 那當然也不是說 叫大家都 都來跟我五思啦 或者是說 用我們這些人的方式 只是我覺得大家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件事情 就是 呃 當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不需要刻意服裝自己 然後也不需要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因為在這個時刻 你就是你 那我的心情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哲學